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是要用保利的風向 這裡是要去日月潭 在台灣的南東保利有一個抓狗棠 這個抓狗棠本地是在日本的新婦副別 後來這裡刷來台灣 這個用刷子的抓狗棠是後來這張普利之特克獎的日本建築書版帽的作品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布里了 這是普通風的蜂窩 我來的時候是蝴蝴開的幾個 那種就是抓狗棠 既有九年日本很快 直到7.2%的板神大地震 有6萬幾棟的房子飛掉去飼料4千幾個人 其中有一間高棟燒到新雅蘇上 那時候建築家鑽石油板帽 他就想要用鑽來做高棟 花像用玻璃纖維爛板來做一個長方形 來不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長5公斤直徑33公分 高度15公里的58基鑽工來造型 裡面可以坐80人,再給他購名叫做Paper Dome 後來一九九年,台灣發生了九二大帝人 那時候日本的神父元氣村 他們的2天就帶來台灣 跟著台灣人作為春秋 2005年,經過了2年以外的中逼 這個抓狗棟刷來台灣 變成是藍玻璃、英文 都能看到的一種心情的高棟 都能看到的 不能看到的 沒有 不見